最近不是流行一個簡訊就是說 Seven 就是說他有個遊戲 你只要傳官成功的話 獲得獎金一萬塊 獻金禮券就可以領 然後我太太就傳功成功 說你看我平常 當老師賺都沒賺這麼多 我一下子半個小時 我一傳官 我就可以賺一萬塊 只是我不會領 請幫我填一下資料 幫我填 我要領一下這樣子 我一看就說 這絕對是詐騙 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就說這不可能是詐騙的 這個我有傳官成功 而且這是我朋友傳給我的 我說那你可能 你朋友的那個Line已經被盜了 所以他會傳這個東西給你 所以我就說這絕對是假的 他就絕對不相信 後來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 老公一萬塊先給你 你拿去花沒有關係 這一萬塊已經賺到 我幫你查證 後來我就去 我就去查那Seven的 那個FB官網 他果然就有公告 就說這個圖片 不是本公司的活動 請大家不要上當 他才相信 但是你虧了一萬塊 對 我就虧了一萬塊 就是我老婆就翻然覺醒這樣子 他幹嘛覺醒 他賺了一萬 他本來的一萬 他本來的還是李倦 而且還是被騙 這是現金拿到一萬 他當然覺醒 然後還有一次是 我常常看到他在手機上聊天 很高興 我說到底最近跟誰聊天 這麼開心這樣子 就是說我跟你講說 最近網路上有一個朋友 認識的網友 很帥 講話非常中肯 我說什麼中肯 你拿來給我看一下 你真是漂亮 拍照都好美 然後你就像輕柔的雲一樣 這這這這噁心到爆 就覺得是假話好不好 可是我太太說 非常的中肯 我說那他到底具體 跟你講了什麼 他說我完全不記得 只是感覺很好 我說他是做什麼 他說在香港做那個 基金經理人非常有錢的 但是他只是說 最近好像說 他操作上面有問題說 好像有一支股票 如果只要有人 再幫忙加碼一下的話 就會賺錢了 有在跟我討論這件事情 我就說這絕對是假的 他說那不可能是假的 因為他把他從小到大的照片 全部都傳給我了 他不會是假的 我就我仔細一看 那個照片你知道嗎 有幾張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台灣的藝人 叫羅平的 就旅兵日記 超偶出生的那個羅平 我說這個不是香港人 這台灣人 不然我就去查羅平 Google給他看 就是是不是他 他說對 沒有錯 他們兩個小時候好像喔 對 他長得好像 我說沒關係 我打的東西對質 Live不是這種那個 那個FB不是這種 Message嗎 我就打過去 果然他還敢接喔 然後我說對不起 這是我是某某某的老公 我說你跟我老婆講 這麼多事情會不會怎麼樣 他說沒有 我就是正常交易 而且我覺得你老婆 非常有氣質 你做老公的 不要這麼沒有 沒有龍人之量 沒有自信心 你老婆都一直在誇獎你 而且如果我在香港 真的是很喜歡交朋友 如果你要來香港的話 我招待你們夫妻 還敢這樣講喔 他就是理直氣壯 我說好 沒關係 因為我本身是旅行社的 好 那我明天就好去香港 那我就跟你碰個面約一下 果然他就說好 沒有問題喔 他還在提醒你說 做老公要有信心 後來呢 再也沒有接電話了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之後 我太太的IG上面 就開始有人留言 就說你這女的怎麼那麼醜 然後生了小孩也四眼田姬 拍什麼什麼醜 我太太就覺得是 應該是他找另外一個人來罵人 這樣子 對 OK 所以到那個時候 你太太才才相信 你講的那些話 對 他就被罵了 他就說這個人找不到了 我又被罵了 這應該是真的 OK 我不曉得 憶三 如果你呢 你聽到這種帥哥 然後又講了這麼多這些 會覺得當然是事實 對啊 終於遇到一個懂我的人 對不對 我結婚是不是太早了 我有 對 在消息就會這樣懷疑自己 就是這個婚姻到底適不適合我 然後你就會掏出更多 可是你知道 現在是因為網路 或者是詐騙 那個都是網路連結 可是當我在二十幾年 二十多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網路沒有那麼發達 我遇到的是真正的一個 很帥的從國外回來 你可以說他老婆遇到的一定不是 然後你遇到的一定是真的 網路上現在就是虛虛假假 有那種小朋友長大之後 其實那個人不是他 那個都是可以作假的 所以你真的碰到一個帥哥 我真的碰到一個帥哥 你知道真人實證會比那一種 網路虛擬的還要澎湃 就是說那個眼神 當他送你一朵花的時候 就是一國很玫瑰花的時候 他順便講說 我今天覺得我該送你一朵花 你真的就是我的公主的時候 那個眼神配下去 配重耶 你就是把它當成是白馬王子 而且那白馬王子 白馬到什麼程度 他說他那時候就是因為 有一個美商公司 他是新加坡人 但是他到美國去 他說他有取得綠卡 我也看過他的那個 美國的綠卡 然後他說他公司外派到台灣來 做短期的一個工程師 那我也相信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們就是朋友 有一天他就開始約我出去 然後就開始在家裡煮雞湯給我喝 那我就覺得 這個人怎麼會對我這麼好 那長得又帥 然後又國外 然後他又講說 因為白馬王子都是這樣子 一定會騎馬 然後他說 他們在美國的時候 騎馬去打獵 那時候就是少女心噴發 就會想像 對 他就是白馬王子 他只是現在落難到台灣來 是不是我是他真命天女 我就是該幫助他呢 於是有一天他就跟我開口 他說他帶的美金不太夠 所以他住他朋友家 他的生活開銷有點 透支就是隔一個月 他才會發放薪水 可是他現在就是爸媽在新加坡 也不知道怎麼會款 然後他帶的美金也不太夠 然後所以他就 我就覺得好可憐喔 他落難了 只有我可以幫他 我是真命天女 然後他全球 他說他很久沒交女朋友了 走遍全世界到台灣來 才遇到一個 真正讓他覺得心動的女人 那個就是我 你看那個眼神 那個狀況 你是不是會掏錢出來說 沒錯 我該幫他 於是我就要幫他 那我閨蜜勸我 就把我的那個錢包先售 因為我錢包裡面有卡嘛 十萬耶 那時候他跟我借十萬 那我覺得他不是在騙我 因為才十萬 一定是他真的有難 所以有一天我閨蜜沒有注意 我就趕快把我的提款給他拿來 我就去拿錢就去給他 就借他 借他那個早上嘛 我到晚上我經過一家餐廳的時候 我就看他跟一個女生 有說有笑還幫他插嘴 那我就覺得奇怪 應該不是 應該是 他怎麼表妹 堂妹之類的 我自己在想 但我也沒有去戳破他 因為已經愛到的 就是卡殘死那一種 妳有問吧 隔天我就打電話問他 然後他說 沒有 他是空姐 我在問他機票的事情 那插嘴巴幹嘛 對 他說因為當時插嘴巴 就是他用髒了 但是我覺得我基於國際禮貌 我們在國外的人都是這樣 就是很nice 很貼心 我說我嫁給他 我應該就是處處都會被呵護 我就想到這樣子 後來因為護照的時間到了 要回去新加坡 然後他說他想要帶禮物 給他爸媽 他爸媽年紀大了 想買人參 一下子買人參 就算五萬塊就沒有了 然後他 我就覺得 哇 你好孝順喔 可是五萬塊你可能沒錢 我就說沒關係 我先幫你買 對 而且反正以後 你要進他們家門 你等於也是讓自己的功夫 對 等於是有面子 先鋪錄嘛 就應該的 對 先鋪個錄嘛 讓他知道說 台灣有個媳婦這麼好 然後買東西要為他們補身體 結果好 他一走之後 找不到人 以前沒有IG 沒有FV 然後打電話嘛 我打國際電話 他媽媽說他不在家 說從此以後只要 就找不到人 所以我那個錢就 整個就都沒有了 那我到現在還在覺得奇怪 你覺得他有一天 還會騎著馬回來 不是 我常常會想到 新加坡找到我看 然後我跟他說他有沒有 真的在新加坡 可是一三剛那個 不一定是耳根之軟或腦剝弱 只能說愛到比較殘忍 就人 尤其很多的女孩子 只要一旦陷入感情以後 那個智商都會變低 少女心 對 旁邊所有人都看得出來 只有他看不出來 對 旁邊所有人都這樣 那一三剛 我跟你講 我們節目需要贊助商 就是一騎大概一百萬左右 對 對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人 三不五時會騎個馬過來 對 那搞不好會是你的朋友 我剛剛就有講說 像有一群朋友 一定要我去跟他老婆 或是他先生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只聽專家的話 他覺得你講出來 明明同樣的內容 他一定要降低 這是一個真心業者 他分享了一個真實的案例 有一次他們的公司 來了一個媽媽 還帶拖了兩個小孩 就跟這個真心業者說 我覺得我老公外遇了 你們去調查他 他就說已經很久了 我老公都沒有碰我 所以他覺得說 他的老公一定是外面有女人 可是這個真心業者 心裡的OS就覺得說 因為你就是家庭主婦也不打扮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老公可能對你沒有太大的興趣之類 那總要問你老公做什麼的吧 結果他講說我老公在一個工廠當作業員 收入多少 四萬塊 四萬塊還要輪那種12小時的班 大家知道嗎 有那種大夜班 白天晚上這樣輪 那馬上是真心業者連案子都不接了 就說不會吧 各位想想 四萬塊要養一家四口 那已經很崩了 你老公還有外遇不太可能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你還要來找我真心業者 那你要付我的真心費 我都不知道花多少錢 這個媽媽就說 求求你幫幫我 拜託拜託 然後這時候那個小女孩 跟著媽媽一起跪在地上 然後就說叔叔 你幫幫我媽媽啦 你知道這業者想說 這個真心業者 覺得說現在也拿出啊 怎麼會這樣 那因為小孩子也跟著要拜託 他還真的就找人去跟著他先生 結果跟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說好慘 他說他第一次這麼同情 他的這個當事人 他說這個先生啊 中午都沒有吃什麼東西 可能就是買個飲料就回去了 所以基本上 他也沒有跟他的同事有什麼互動 只有一次他說 他看到他這個先生在早餐店買豆漿 然後呢看到那個工廠的同事 一個女生也過來 他這個先生連招呼都沒打 看就跟對方大概看對眼 講了一下話就走了 他說一個禮拜 他唯一近距離的跟女性 雌性動物接觸 就只有那一剎那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告訴這個媽媽說 你先生真的沒有外遇 然後會給他證據吧 你先生都做什麼這種事 拜託我們都說要眼見為憑對不對 對中稅的人沒有用 你們沒有認真 我很失望 你們絕對沒有認真 我先生絕對有外遇 拖了孩子走了 這個真心業者就說 後來這個媽媽 真的跑到另外一家 真心業者那邊 用一樣的方式 請對方去調查他的先生 而且抓到了 那這個業者就覺得 怎麼可能 他們是怎麼抓的 有照片 所以他們大概私底下 也會去問 原來你知道多可惡嗎 對方就告訴這個媽媽說 沒問題我們去跟 應該是跟了幾天之後 發現沒有東西 可以跟了 於是那一家真心業者 就找了一個女生 也是他們公司裡面的員工 就假裝到這個 這個老公會經過的地方 然後假裝什麼 就假裝跟男朋友吵架 舉例我就是那個 真心社的員工 我就裝著 我跟我男朋友 在路邊吵架 然後就算準了時間 那個媽媽的老公會經過 騎摸摸車嘛 就你知道好會演 就跪坐在地上就哭了 那我問各位 英雄好漢 一個女生長得還滿漂亮的 躺在地上哭 你會不會想辦法問一下 你怎麼了 會吧 好歹會嘛 現在可能不大會 年輕的時候會 年輕的時候會 對 對不對 他這個老公就想 現在什麼情況 當然就摩托車停下來 就問說小姐 你還好吧 結果這個女生就說 我跟男朋友吵架 他車開著就走了 就把我丟在這 不好意思 那這個哥哥 你可以送我去火車站嗎 這樣聽好像也合理 看起來不是詐騙集團 他只是要我 送他去火車站 好啊 他一腳就跨上來 就摩托車就上去對不對 那坐在後座是不是要爛屌屌 這女的搂得特別緊 然後整個身體 你知道吧 努力的抱著 Bingo 再怎麼樣都拍得到啊 對不對 然後送到火車站之後 是不是下車 哥哥你真的是散心 然後又裝著一直哭 然後一個很傷心的女孩 跟你謝謝 然後給你一個熱情的擁抱 你會不會覺得很正常 對不對 好所有的證據都有了 梨花帶雨的小三 還跟你老公勾勾敵 然後兩個人非常的 你知道殘綿匪色 這證據算不算 然後我要問各位 這個媽媽她根本沒有錢 那她怎麼有 你知道甄信社 那家甄信社開了30萬的價錢 然後在去工作之前 這甄信社說沒問題 我們都有配合的 我幫你那個信用卡借錢 很快手續你不要動 我會找人來幫你簽 單子也簽好了 然後信用卡貸款30萬 然後就你知道 單子簽下去 然後就把這弄好 然後證據給她 跟你講吧 你老公不是好東西 證據在這裡 你可以想像嘛 中歲的人 我又要講那句話 然後這個媽媽一定會 你看吧 就被騙了 是不是 我老公就是有外遇 那到底是真的假的 大家應該很清楚 聽起來這跟那個 七百碼的王子差不多 沒有 我真實的 妳這真實的 OK 我真的有怎麼樣 我跟你講 你那朵玫瑰花花了你十萬 還有雞湯 還有雞湯 所以有一些 剛才光輝也講 有一些那些梗跟點 什麼限量或什麼 意思啊 妳呢 身為寇武專家 那個話術很重要 所以像那些詞 妳真的如果講完以後 就發現人靈魂出竅 那種感覺嗎 現實 限量 僅此 就是最後一檔 這最後一個 這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檔 對 我有時候會參加直播 結果後來現在直播也是這樣子 因為直播他們很聰明 就是他們比較會去查 上網去查 然後我們就想說 賣一個東西是有品牌的 徐叉軒代言的 有品牌 但是你卻查不到的 因為要有特製版 特製版就是旅行主 然後我們就想說 這個你沒有用過 你不要說你會保養 對 你保養了一輩子 你沒有這一道 你沒有這一瓶 你就等於是 你保養是沒有全部到位 所以你永遠都覺得 自己比別人皮膚不好 賣了五分鐘 五分鐘賣了一千多 一千多瓶 然後後來完蛋 那你自己賣一千多瓶 你講這麼滿 那你後面還有精華液 那個是化妝水 你後面還有精華液 要乳霜怎麼辦 我就說沒關係交給我 如果你這一道有了 你沒有買整套的 我跟你講以後買不到 再來就是 你沒有買整套的 你等於保養做一半 你一起買第二樣第三樣 就說這一整套 你等於是仙女等級 那個光你走出去 不用任何眼球 就是會看到你那個光 那皮膚的亮度 發光體 對 你就是比瞿叉軒 更加動靈 然後他就很緊張 還要二三 那二三還有嗎 二三還有嗎 然後我沒看到一 就有人在問 我沒看到一 我可以加一嗎 可以加一嗎 我可以加一的一嗎 然後就你知道嗎 整個賣下來破萬組 一二三 各幾千幾千 加起來破萬組 你知道那個廠商 他是開心到說 年底的業績 那一檔就衝起來了 OK 對 如果是我自己 要賣保養品的話 我都會先說 我現在幾歲 然後我就會說 你知道嗎 別人過一個年是老一歲 但是你會過一個年老五歲 真的 因為你沒有擦這個保養品 真的 要不要擦 要不要擦之類的 就會有一個比較 但是剛剛講腦波弱 我覺得腦波弱 都有些關鍵字 像謝律師 你這樣子這麼鋼鐵人 你應該也有一些 腦波弱的部分 就可能提到什麼字 你就會覺得 你就整個人就盲去了 像剛剛提到限量對不對 我只要遇到聖誕節限量 我就整個完蛋 因為我對聖誕節有一種 一定要買 對 對 就這個節日就是要買 買給自己 買給家人 像我有一次在百貨公司 因為我看到那些 你知道那些什麼聖誕書什麼什麼 我都已經快昏過去 有一次只是經過 然後看到那個 你知道貴姐在弄一個包包很漂亮 我就只是說了一句好漂亮 然後貴姐說什麼你知道嗎 對啊你知道嗎 這最後一個 然後有一個貴婦她訂走了 很喜歡對不對 不如我先賣你 這個我聽起來就爽了 真的嗎 從貴婦手裡 怎麼可能 那個貴婦怎麼辦 那那是她的事 而且是不是真的 所以一聽就知道是框妳的 我開心 奇怪對不對 從貴婦手裡 可以把它搶走 然後她就會開始一直催眠 那一整組 她就會講說這個五千塊 一整組 但是她就會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們還有一個VVIP的 非常厲害 然後你這組眼影 你要搭那組的刷子 或什麼什麼的 對不對 通常那個要 因為你不搭那個 她會講什麼 她說你雖然買了五千塊 對 但是你沒有那個刷子的刷 你就刷不出這五千塊的價值 對 我這樣講你要不要買 要 端出來是一萬塊 就是端出來的東西 絕對超過這個的 但是她要告訴你說 你不一起帶回去 你花的五千塊是不值得的 所以你聽到這裡總覺得 你知道有的時候 已經想走了 可是又覺得說 我如果不買這個五千塊 我就算買五千塊 我就必須買那個一萬塊 好啦 我最後花了三萬塊才離開 再把一些其他的什麼限量的袋子 限量什麼東西全部帶著 那我至少覺得開心 那我這裡講一個故事 是這裡有一個糾紛 就是一樣 爸爸跟媽媽帶小孩 他們是要去一個家電展 然後買一個家電 去家裡可能缺了一個吹風機之類的 所以他是有目標的 那就去了 結果沒想到 沒有Google清楚 那個家電展結束了 怎麼辦呢 那這個他們爸爸媽媽就想說 那我們就帶小孩逛一逛好了 可是他旁邊有個家具的賣場 那只是也是一樣 不小心走過去附近 就看一下 你知道就變成肥羊了 馬上喔 這個受貨員就說 這個先生 你這個脖子有點歪 其實你的那個枕頭要換了 這一聽總覺得好像 脖子有點歪 這幾年啊 這個被子啊 什麼記憶診啊 超有 結果先生被留住了 那太太比較理智 會覺得他騙人的 太太就把小孩帶了 就到別的地方去玩 可是你知道嗎 這時候不得了 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生意 可能有三五個人 就圍著這個先生 哎呀 你這個喔 你知道嗎 用不好的記憶診 就會讓你進入地獄了 你懂嗎 久有久持 脖子可能斷掉 自己講了一堆有的沒的 然後喔 才過不久 這個太太就覺得不太對勁 她的先生應該會被困住 就又不好意思過去 就叫小孩說你去叫爸爸 不叫還好 小孩子跑過去就說 爸爸啊 媽媽說走了啦 這一講 那個店員就說 先生 你平常都聽太太的喔 喔 你很怕太太喔 面子 男人聽不得這幾個字 對 可是你知道 後來啊 這太太發現 他先生買什麼嗎 買了那個床墊 然後床墊 五張 他們家三個人 你賣五張床墊 然後買了十顆記憶診 因為那個小姐說 記憶診也會有塵蠻 要常常換之類 總價二十萬 他先刷六萬的定金 好可怕 是刷完之後 回家一想 完全不對 不是這些東西我根本不需要 而且二十萬 各位幫幫忙 我們好歹刷個兩萬保養品 回家也是會很難過半天對不對 二十萬 那老婆真的把他罵死 後來這個先生是提出告訴 他說你們用這種 一直不斷的催眠我 這種是不當的方式 這種銷售方式有壓迫感 你知道他跟那個店員 求償十萬 他刷六萬 求償十萬 沒有他意思是說 造成我心理的創傷 你也知道啦 這先生一定敗訴 如果你這樣子能說服法官 我就佩服你 那你一定要在購物台 做過能夠說服的那種 穿透腦潑型的這些